讲这个大六人的一个排盘 也就是起居排盘的一个方法 首先在座的同学有没有对这个五行生客呀 还有这个天干地支这方面的有疑问的 有没有不了解的 就对这个五行生客天干地支 一点印象都没有 一点都不了解的 就有没有零基础的 简单讲一下 简单讲一下五行生客 这个非常简单 相生的就是金生水水生木 木生活活生土土生金 相克的就是金克木 木克土土克水水克活活克金 讲这个也是方便这些 零基础的这些同学们 能更好的进入一个学习状态 再然后是这个十天干 十天干的话 大家只要记住 它的这个阴阳五行属性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记一下 然后就是这个十二地支 十二地支 我们也是记它的一个阴阳五行属性 那这个天干地支的阴阳五行属性呢 这是必须要给它背下来的 我们可以看到这边啊 这边有一个这个十二地支的盘 这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大六人的一个原始地盘啊 也叫元旦盘 旦盘啊 就这个盘的话 一定要给它啊 记在脑子里面 在后续的话 这个盘经常会用到 但是呢 这个我们一般都不会写出来 大家一定要把它记住 我们接着往后看啊 这个排盘方法 讲这个月降 月降是什么呢 月降者一月之降也 看这个太阳入何宫就是何降 太阳于每月中期过宫啊 所以呢 月降也是逢中期交换啊 这是这个唐朝的方法 现在的话 在后续我会给大家发一个 现在的太阳过宫的月降 我们这节课就按这个月降方法 去进行一个学习 大家可以看这里啊 它这里写着 雨水至春分 月降为亥 灯明降啊 古语至小满 月降为有 纯魁降 它这个怎么用呢 它这个月降取法很简单啊 就是说在雨水这个节气之后 春分啊 雨水节气之后 到春分节气之前 在这两个节气之前 它所用的月降 就是这个亥降 其他的啊 像在春分和古语之间 它的月降呢 就是一个虚降 然后啊 讲这个市值 就是把我们的这个功利的时间啊 转换成我们这个甘之利的一个表现形式 这里拿一个时间来举例 就是2020年12月1日 晚上9点半 这个时间 我们把这个时间呢 转换成甘之利法啊 大家可以进入这个网站啊 去查询 转换成甘之利法之后呢 就是庚子年 丁亥月 雾银日 鬼亥时啊 对不对 然后呢 可以查到啊 这个时间12月1号 它所处在的节气呢 是一个小雪节气 好 我们看到这个节气是小雪 我们就可以找到 它这个月降是什么呢 看一下啊 小雪至冬至 这个时候 它的月降呢 是银 公草降 对不对 这样就是银 这是我们大六人历史排排的第一步啊 就是把这个甘之利法 给它表现出来 然后呢 就到了排天地盘的这个阶段啊 排天地盘也非常简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月降加石 我们前面找出来了 我们这个月降是银 对不对 那石层呢 石层是亥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推算出来的 石层它是一个鬼亥石 是亥 那这个排天地盘呢 就是把月降啊 加在这个石层上 也就是把这个银 加在我们的原始地盘啊 原弹盘的这个亥上面 后呢 剩下的地支 就按顺时针的方向 去进行一个排布 就可以了 我们的银 加在这里 对不对 那就是什么呢 毛 人 虎 有虚 亥 子丑啊 后面我就不写出来了 那么一圈排下来的话啊 我们这个天地盘排好了 这一块啊 就是地盘 它永远是固定不动的 永远就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我们的地盘 后面我们把月降加石 排出来的这个盘呢 就叫天盘 这一块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吧 我看今天来的同学不是很多啊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就可以发个1 那我了解一下 大家一个学习进度 可以在课堂上都互动一下啊 前面那个排天地盘啊 如果说有问题的话 大家可以提出来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着往后面去学了 后面呢 就是讲这个石干技工 石干技工啊 甲是技在银的 乙技在成 丙物技在四 丁己技在位 耕技在身 心技在虚 人技在害 鬼技在丑 这个技工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技的话 它就是一个技柱的意思 技柱啊 也可以说是一个技术 就这个甲啊 它的甲 它是技术在这个银的 这一块啊 也是大家需要大家去记忆的啊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这个排四课 排四课怎么排呢 方法也比较简单 第一步呢 就是找出啊 当日的日甘之 那前面这个时间来举例啊 庚子年丁亥月 雾银日 鬼亥石 那我们这个日甘之啊 就是雾银 对不对 日甘是雾 日之呢 是银 看一下啊 怎么排呢 首先把日甘啊 日甘写在第一课 这里写在第一课这里 日之呢 写在第三课啊 这个地方就是雾银日 先把这两个地方写好 写好了之后呢 我们再来看 我们这个石甘技工啊 这个雾的话 它是记在这个四上面的 对不对 看石甘技工啊 丙和物它都是记在四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画一个括号啊 把这个四给它写上 怎么排呢 我们就看这个地盘 看地盘 地盘这个四 它上面成的天盘是什么 然后就给它写上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地盘的四啊 地盘四 地盘四在这里 它所对应的这个天盘呢 是什么呢 它所对应的天盘是深 对不对 把这个深啊 给它写在这个日甘之上 不呢 就是把这个深啊 深拖到第二颗的下面来 就把深啊 写在这里 之后呢 我们看地盘 地盘深上面成的是一个什么 地盘深 上面呢 对应的天盘啊 它是一个亥 对不对 说把这个亥也给写上 这样的话 咱们日干的这两颗就排好了 再来看日之的啊 日之是银 一样的看法 看地盘银 上面对应的天盘是什么 你看到啊 地盘银 它对应的天盘是什么呢 对应的是四 对不对 来把四给它写在这里 然后呢 接着我们把四啊 拿到这里来 拿到这里来之后呢 我们看地盘四 它上面啊 对应的天盘是什么 地盘四 它对应的天盘是深啊 所以我们把这个深 给它写上去 这个步骤的话 其实也是比较简单的 再换换着举一个例子啊 咱们说一个啊 比如说假银日 还是看这个天地盘啊 我们举一个假银日的例子 银日啊 我们正常就这么写 对不对 然后呢 接着我们该怎么排呢 拿假银日举一个例子啊 我们这个假是记在哪的 假是记在银的 对不对 要这么给它写上 在银 后呢 我们看地盘银 它上面对应的啊 它这个天盘是什么 银上面见的是四 对不对 我们就把四写在这里 接着呢 我们把四拿到这底下来 看地盘四啊 它上面乘的天盘是什么 还是上面乘的天盘是深 对不对 别给它这么写上 这样的话 我们这个干克啊 就开始排完了 之后看日之的 日之它是银 然后呢 也是一样的看法 看地盘银 地盘银上面的是四 然后呢 再把这个四啊 拿下来 看对应的天盘 它是深 的话我们这个四刻就排出来了 到这一步的排法的话 没有什么问题吧 如果说大家都能听得懂的话 就发个一 我看一下 关于这个四刻呢 我们前面的这两个啊 也就是我们的第一刻啊 我们这个数字的这一块 就叫第一刻 然后呢 这个呢 就叫第二刻 在这个数字呢 第三刻和第四刻 把第一第二刻啊 这个部分 我们把它叫做干克 统称为干克 统称为日刻 把第三第四刻呢 合称为知刻 或者说合称为这个乘刻 都是一样的意思啊 叫法不同啊 你可以把第一第二刻叫做干克 把第三第四刻叫做知刻 那在四刻这上面啊 这上面的这一排 把它叫做上 这一排呢 就叫它下了啊 上和下 是这么去区分的啊 这里讲的东西 大家要去做一下笔记才行 四刻的划分呢 我们把这个啊 第一刻叫做日阳 阳啊 就是日干的阳神 可以叫它干阳 二刻呢 我们一般叫做日阴 也就是日干的阴神 三刻呢 叫知阳 或者说叫陈阳 也是可以的 第四刻呢 叫知阴 这个四刻啊 其实就是两阴和两阳 组合而成 还有就是上面的叫上 下面的叫下 一二刻 统称为干克 三四刻统称为知刻 这是学之前必须要了解的一些知识点 排四刻没问题的话 我们就接着看啊 排三船 三六人排三船呢 有九个方法啊 这九个方法 我们合称为九中门 九中门 那叫中门九世 你看的是第一个方法啊 第一个方法 贼克法 这法怎么学啊 是古节上啊 列出来的这个原文 写一下啊 它是怎么说的 克先从下贼乎 下贼上克初 出传之上名中次 中上嘉宁是莫居 好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他说的就是我们在起三船的时候啊 取克先从下贼乎 这个下贼是什么意思呢 下贼就是下克上的意思 克上啊 古代呢 把下克上啊 叫做贼 那把上克下 上克下呢 就叫做克 下克上啊 就有点像那个古代的以下犯上的这个意思 以下犯上啊 这个咱们在古代叫什么 乱臣贼子 对不对 所以说下克上 他就啊 不叫克啊 叫做这个贼 知道啊 他第一句讲的取克先从下贼乎 说的就是我们取克的时候 先要看有没有下克上的情况 第二句呢 就是如无下贼上克初 什么意思呢 就说如果没有下克上啊 我们就要看有没有上克下 之后就以这个作为一个出传 然后呢 出传地盘出传之上 就是中传 地盘中传之上 就是末传 好 这么讲的话 可能大家还印象还比较模糊啊 我们就拿这个来举一个例子 从这个四克啊 四克我们从1234这个顺序看过来 我们先来看有没有下克上的 第一课里面啊 第一课里面 这个甲啊 这个甲 他是下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须 他是上 下克上呢 是有的 这个甲木 克虚土 克虚土啊 克虚土 哎 不这么话 克虚土啊 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下克上 然后呢 第二课呢 第二课是什么情况 第二课是无火生虚土 这是上生下 对不对 他没有克 三课呢 是生金 生子水 他也没有克 第四课呢 是尘土生生金 他也没有克 我们贼克法呢 重点就是要取克 来作为一个初传 要么是上克下 要么是下克上 对不对 这个四克里面啊 四克里面 他就只有一个下克上 那这个时候呢 哎 就取什么 作为一个初传 就取这一刻的啊 他这个虚 作为一个初传 那我们再来看这个地盘虚之上 的一个中传啊 看到没 初传之上 明中次 要知道地盘虚在哪里啊 虚在哪个位置 大家一定要把这个地盘给来记住 地盘虚啊 是在这个位置 这里啊 地盘虚 他所对应的这个 是什么呢 是无火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这个五 他就作为一个中传 然后呢 中上加林式末居 就要看这个地盘五 地盘五在哪 地盘五在这里 可以找到吗 地盘啊 这个是地盘 地盘五在这里 这个里呢 地盘五上面加的是这个银 啊 所以说这个银作为一个末传 好 这个方法能不能听懂 这个方法听懂了 可以发个一看一下啊 它比较简单啊 就是先看有没有下课上的 相生的咱们先不看啊 相生的我们都不看 主要就是看课 看有没有下课上啊 有下课上 我们就用下课上的这一个 作为一个出传 然后呢 地盘出传之上就是中传 地盘中传之上就是末传 那我们来看这一个啊 看这第二个 第二个案例 首先也是一样的啊 我们把四课给它排出来之后呢 我们先看有没有下课上 第一课第一课什么情况 两个都是土的 对不对 没有相课的情况啊 咱们就给它插掉 第二课呢 第二课是卯木刻虚土 它这个课是上课下 上课下我们先放到一边啊 我们先看有没有下课上的 有下课上的就用下课上 没有下课上 我们再来看上课下 可能是丑土生生金啊 这个是没有课的 第四课呢 是无火生丑土 它也是没有课的 对不对 说在这个案例里面呢 只有一个上课下啊 没有下课上 那这个时候呢 属于啊 没有下课上的 那我们就要用这个上课下的 作为一个出传 那这个时候呢 就取这个锚 作为一个出传 地盘锚上面 地盘锚在这里 对不对 地盘锚上面啊 见的是一个身 然后呢 地盘身上面呢 一个丑 我们这个三传啊 就全给它排出来了 可以以这个下课上啊 起出来的这个三传呢 这个叫重审课 上课下起出来三传呢 这个叫元首啊 以上课下 这种往后面看啊 用法 首先看一下它这个歌诀啊 下贼祸三二四轻 从上课一同云 长江天日比神用 养日用养阴用阴 这话讲的是什么意思呢 他讲的就是你这个啊 下课上 这边网络好像不太好啊 大家在那边听得到吗 就是这个下课上啊 比如说它不是一个下课上 而是有两个 或者说有三个四个 都是下课上 或者说有两个三个四个 他们都是上课下 那这种情况 我们该怎么去用呢 该怎么去取呢 来举一个例子啊 首先我们看第一课 第一课的话 它这里是物土和虚土 这个是笔合的啊 没有课 第二课呢 哎 卯木刻虚土 这是一个什么 上课下 课呢 第三课呢 是一个啊 荧木刻卫土 这是一个下课上啊 下课上 第四课呢 这是一个卫土刻子水 对不对 它也是下课上 我们这个四课里面 出现了两个下课上 一个上课下 那怎么取呢 按照我们贼课法 贼课法的话啊 有下课上的 首先取下课上的 所以说我们这里呢 就不论上课下 是不论的啊 有下课上就用下课上 没有下课上 我们才看这个上课下 重点放在这个第三和第四课 第三第四课都是下课上 哎 那这种情况怎么取呢 看后面说的啊 长江天日比神用 阳日用阳 阴用阴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日干是什么 日干是物 对不对 日干是物啊 那物呢 它是属阳的 对不对 物是阳土 我们再来看啊 它下课上的这两个地支 它的一个阴阳属性 什么样的 这个位啊 位的话 它是一个阴土 对不对 这个子呢 子是什么 子是阳水 阳日就用阳 阴日呢 就用阴 我们这个物 它是一个阳日 所以呢 我们取这个下课上的时候 我们要 也要取这个啊 阴阳属性 是属阳的 它的一个地支 这里虽然是有两个下课上 但是呢 我们还是以这个子 作为一个初传 看到啊 子上面是一个四 所以把这个四 作为一个中传 然后呢 地盘四上面呢 它是一个虚啊 就把这个虚做一个木船 后面排法都是一样的 到这一步看得明白吧 没什么问题吧 问题的可以发个一啊 有问题的话 可以先提出来 我们接着往后看啊 后面的话 这个就比较复杂了啊 太坏 还是来看它这个歌诀 涉害形来本家旨 陆逢多客发用期 木为建基仲查 为复等物干日上仪 什么意思呢 还是来分析一下 它这个四克啊 看四克的上下相克 这种情况 我们首先看第一克 第一克的话 子水克丙火 它是一个什么 上克下 呢 为土克子水 对不对 它也是一个上克下 那呢 也是为土克子水 上克下 第四克呢 是以木刻为土 也是上克下 四个都是上克下 上克下 我们就要取这个上克下了 然后呢 接着呢 我们接着分析 分析什么呢 看笔用法 不是说阳日用阳音用阴吗 对不对 看啊 这个笔 笔它是阳日 笔是阳日 所以呢 我们就看啊 它这四个上面 属阳的有哪些呢 首先这个子 它是属阳的 对不对 那这个位呢 位是属阴的啊 位是阴土 这个位呢 也是阴土 这个阴呢 它也是属阳的 好 那这个情况 问题就来了 它现在出现了两个 都和日干相比啊 都和日干的阴阳属性相同 它们两个都是属阳的 那这个时候 我们该取哪个 作为一个初船呢 取这个子 还是取这个阴呢 之后啊 咱们呢 一般就看啊 有没有四孟上神 知道四孟啊 就是阴生四害 阴生四害啊 之上的 有没有 秉氏记在哪的 秉氏记在四的 对不对 首先你要知道啊 石干记公 秉氏记在四的 就是看地盘 阴生四害啊 先取地盘 阴生四害 它们上面的 那个 作为一个初船 如果地盘 没有阴生四害 再看它地盘 有没有子五毛有 如果地盘 有子五毛有啊 就取地盘 子五毛有 之上的 那个地支 作为它一个初船 看一下啊 这个柄 这个柄 它是记在四的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地盘四啊 上面是子 它属于这个四孟的 四害 所以说在这一刻呢 我们就是取这个子 作为一个初船 那中船和末船 也是一样的啊 一样的排法 这一步的话 可能就啊 比较复杂一点 明白了 可以发个一 明白的话 我们再拿这个后面 下面的这个 再讲解一下啊 看下面这个案例啊 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个案例 也是分析啊 有没有上下相克的情况 四克里面啊 子水和这个根筋 它们是没有相克的情况 所以我们先把它插掉啊 它是没有的 第二克呢 是尘土克子水 它是一个上克下 对不对 克呢啊 也是 它是没有一个相克的情况 无活生虚土 第四克呢 是这个银木克虚土 它是一个上克下 这里有两个上克下了 是不是 有两个上克下啊 或者说两个下克上的话 咱们先看 有没有这个比用法 比用法来看啊 我们现在是耕日 耕日是属羊的 耕的技工 它是记在身上面的 对不对 耕是记在身上面的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尘 尘是属羊土 这个银呢 它也是属于一个羊的啊 它是羊木 那它们两个都是属羊的 那我该用哪一个呢 哎 不知道该用哪一个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我们看什么呢 我们就看它地盘这一块 这一块 听一下啊 这两个都是没有的 然后呢 这两个都是上克 上克下 它们两个都是属羊 跟日干呢 都是相比的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它这个啊 这个地盘 的情况 你看啊 这两个里面有没有四孟啊 也就是有没有这个银身四害 一个是子 一个是虚啊 这个四孟里面的都不在 对不对 那怎么看呢 接着我们就看有没有四重 有子五毛有 哎 它这个呢 正好是子 符合它这个四重的情况 我们就拿这个啊 尘 拿它上面的这个尘 出传啊 地盘这个尘上面呢 是身啊 就是一个中传 地盘身上面的是子 就是一个末传 一定是梦传记 这样的一个先后啊 如果说是它有四孟的话啊 有四孟的话 我们就取四孟之上的 如果没有四孟呢 哎 我们就取这个四重之上的 四季的话 其实是没有的啊 四季的话 只是列出来 方便大家以后 这个梦传记 还是要去记忆的 实际上是不会出现 四季这种情况的 它只有四孟和四重 这个是四季啊 这个四季的话 它明显就不取了 明白吗 如果说第一课 没看明白了 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啊 我们可以再分析一下 这一个是不是 他们都是啊 都是什么 都是上课下 那因为这两个位呢 跟日干不比 属阴的啊 日干是属阳的 所以说这两个先给它排斥掉 所以呢 能出现的 要么就是子 要么就是银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就分析它这个地盘 分析它这个地盘呢 这个柄 这个柄 它是记在四的 哎 那后面这个位啊 位的话 它属于四季 它不取 对不对 然后的话 这个柄呢 它是一个什么 柄是记在四的 它属于四目 所以呢 我们就取这个子 看后面这个 这个歌诀 涉害形态本家指 陆逢多克 发用起啊 梦为见机 种茶威 物干日尚移 它这里还说了一个格局 叫负等格 我们前面啊 我们前面用地盘 四孟上面 起出来的局呢 就叫见机格 也就是这个格局 这个这个课题的话 它就叫见机 见机请四的意思啊 这下面的这个呢 它用的是四重的 对不对 四重的呢 这种情况 我们就叫茶威 就是说这个课题的名字啊 它就叫茶威克 还有一个就是负等 一个负等课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它一个课题的形成条件 上下相克的情况 物土克子水 这是一个下克上 味土克子水 对不对 这是一个上克下 土克亥水 这是一个下克上 克五火 这也是一个下克上 我们起出了三个下克上 和一个上克下 首先呢 上克下这种情况 我们肯定是不取的 对不对 所以先把这第二个给它排除掉 现在啊 就是一三四 我们按照比用法 比用法 我们看日干 日干 它是属羊的 属羊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在这四颗上面 给它把这个属阴的啊 就肯定不取了 这个嗨 它是属阴的啊 跟日干不比 所以我们先把它画掉 这个子和这个子和五 它们两个都是属羊的 就是说能出现的 要么是子 要么是五 对不对 情况能出现的 要么是子 要么是五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物 物的话 物是记在哪的呢 物是记在四的 我们分析它的地盘 一个是一个是地盘四 那第四颗呢 是地盘亥 是吧 一个是四 一个是亥 它们都是属于四梦的 属于四梦的 那这个时候怎么取呢 那啊 它后面一句话说的 复等日物干日上移 指什么意思呢 日上移就指的日干上神 取的是第一刻 第一刻上面这个子 而不取这个后面的五 所以说拿这个子 作为一个出传 出现这种两个四梦的情况的话 它只可能是物成日这一刻啊 看明白吗 现在两个四梦 那就只取这个日上神 出现这种情况的话 它只能是物成日 日的涉害课 出现这种情况 其他课的话 它不可能出现 这个方法看明白了吗 看明白了就发个一 我看一下 有问题的话 可以现在提问啊 校上的话 可能就比较绕一点 他同学都听明白了吗 只有两刻啊 如果说没看明白的话 大家课后 可以把这个视频多看几遍 然后的话 有不明白的 也可以继续在群里面提问 往后讲啊 遥克法 这个歌诀是怎么说的 遥克 好为遥 日语神兮地护招 先取神遥克其日 如无方取日来遥 神来克日 或有日去克两神 当者日干彼者用 阳日用阳应用阴 这样的啊 我们先来看 他说的是四克无克号为遥 也就是说四克里面上下没有下克的情况 去用这个遥克 举例啊 我们首先看第一刻 第一刻的话是什么 人水生银木 下生上 下生上 它是没有克的 对不对 直接给它画掉 第二刻呢 以木生四伙 也没有克 第三刻呢 尘土和畏土比合 第四刻呢 畏土和虚土比合 这个四克上下 上下 它都没有一个三克的情况 之后我们就要看啊 有没有这个遥克 遥克怎么取呢 可以看到这里啊 先取神遥克其日 也就是先取这上面这一块 看上面这四个 有没有去克日干的 上面这四个 没有去克日干的呢 我们再来看啊 有没有日干去克啊 上面这四个的 再看啊 第一刻 荧木和这个人水啊 它肯定是不想克的 对不对 所以第一个排除 第二刻呢 人水克四伙 这是日干去克上神 四克上神啊 第三刻呢 是这个畏土 土呢 它去克这个人水 第四刻呢 这个虚土啊 虚土它也克人水 一个相克的情况 先取神遥克其日 也就是说先取这四个 上面的去克日干的 所以说第二刻的话 咱们肯定不看了 对不对 因为第二刻的话 它是日干去克 它这个上神 就出现了两种情况啊 这个畏土和这个虚土 咱们必须选一个 不传 可以看到后面 它怎么说 负有两神来克日 这就符合这种情况 畏土和虚土 这两个来克日干 或者日去克这个两神 当折日干 笔者用 阳日用阳 应用阴 一样的 按照笔用克的看法 我们这个人水 它是属阳的 对不对 那是呢 这个畏土呢 它是属阴的 咱们就不取 这个虚土呢 它是属阳的 所以这个克 咱们就是以这个虚土 作为一个出传 那也是一样啊 中传末传 都是一样的派法 地盘虚土之上啊 就是中传 虚上啊 就是丑 然后呢 看地盘丑之上 就是尘 这样三传 就该排出来了 第二个啊 看一下啊 有没有上下相克的情况 只能第一刻啊 没有相克的 这个呢 也是没有相克的 这个呢 生金生亥水 没有相克的 这个呢 亥水生一末 没有相克的 四克啊 四克没有上下相克的情况 咱们就用这个摇克法 法怎么看呢 先看这四个上面的啊 上面这四个 有没有克日干的 我们首先看一下 荧幕 哎 不克日干 对不对 四火 也不克日干 亥水不克日干 哎 第四克的这个荧幕 它也不克日干 所以说这四克啊 这四克里面 没有 这个克日干的神 没有克日干的 先取神谣 克起日 如无呢 方取日来谣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看 有没有这个日干啊 去克四克上面的这种情况 这个人水啊 人水克不克 荧幕 他这个不克啊 直接排除掉 人水克不克四火呢 人水克四火 所以先把这个圈起来 人水啊 跟这个亥水不相克 人水跟荧幕 不相克 所以这种情况的话 哎 只有这个人水啊 去克这个四火 情况呢 我们就拿这个四啊 作为一个初船 这上面啊 见到深 这个深就是一个中船 地盘深上面呢 见到亥 这个亥就是一个木船 这一步能看明白吧 这一步要是看明白了 可以发个1 我看一下 就接着往后看了啊 遥克法之后呢 就是卯心法 首先大家看前面啊 我们前面讲这个遥克 涉害啊 李用啊 还有贼克啊 讲的其实都是有克的情况 那些克都是有克的情况 而从卯心法之后啊 从卯心法 包括后面的那些方法 都是四克里面 没有克的情况 那这个歌诀 这个歌诀怎么说的 无遥无克 卯心穷 养养因福 有味中 刚日先尘 而后日 柔日先日 而后尘 可能看这个歌诀的话 不太理解 是怎么排的 对不对 我们还是要拿 这个案例来讲 首先这个卯心克啊 它形成的条件是什么呢 就是既没有这个 上下相克的情况 也没有前面讲的 遥克的这种情况 这个案例 虚土啊 虚土和这个丁火 他们是没有相克的 对不对 第一课没有相克 第二课呢 两个都是属土的啊 没有相克 第三课呢 是害水生一木 没有相克 第四课呢 是一木生四火 没有相克 上下没有 对不对 上下没有克 上下没有克 我们来看 有没有遥克呢 这四个上面 有没有克这个丁火的 不克丁火 丑土不克丁火 一木啊 不克丁火 四火呢 也不克这个丁火 没有这个神遥克日的 看有没有这个日遥克神的 没有呢 我们就来看 有没有日干 克上面这四个的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丁火 它不克虚土 丁火啊 也不克丑土 丁火呢 它也不克银木 丁火呢 它也不克四火 那这种情况的话 就属于什么 既没有上下相克的情况 它也没有这种遥克的情况 也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啊 地盘 地盘有之上的那个神 阴日呢 看的是天盘 大的那个神 是仰视 仰视就是抬头看 俯视呢 就是低头看 是吧 看这个有的位置 看一下啊 这个丁日 这个丁日的话 它是一个阴日 对不对 阴日要怎么看呢 阴日的话 要看天盘 有它下面 所加的那个地支 我们看天盘啊 天盘有在这里 天盘有加在地盘的哪里呢 地盘这里是五火 对不对 盘有加在地盘五火之上 后呢 因为是俯视 所以呢 这个五火就作为一个出传 看明白吗 看明白没关系 我们可以看第二个案例 第二个案例的话 也是没有啊 也是无 没有这个上下相克的 也没有这个遥克的情况 就无遥无克 所以第四课 它也是一个卯星课 卯星课呢 我们可以看啊 它这里呢 这个雾日 雾日的话 它就是一个阳日 对不对 阳日的话 我们要怎么看呢 阳日 我们看地盘有之上所成的神 地盘有在哪里啊 我是在这里的 对不对 地盘有上面的天盘 加的是一个什么呢 天盘加的是一个丑 所以呢 就拿这个丑作为一个出传 这是阳日出现的情况 阴日出现的情况呢 就是看天盘有下面加的地盘是什么 然后把这个地盘作为一个出传 点看明白的话 就发个疑我看一下啊 法的重点 他就是看这个友 这个友呢 啊 对应的这个36型 好像就是 卯日姬啊 对应的应该是28星秀啊 28星秀对应的是卯日姬 画好像在那个西游记里面啊 里面有一集请那个卯日新军啊 那个卯日新军 他就是一个 他攻击的花神 这他其实本身是来自于这个星秀的 他为什么要取这个友呢 因为有的话他未处于西方 而西方的竖杀之气是最重的 也就是西方杀气重 我们三传的起法其实都是从杀气最重的地方啊 起出来的 杀气最重的首先就是看下课上 没有下课上了 我们就看上课下 上课下还吗